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谈俄乌战局最新动向 6月8日对侵略者俄罗斯空天军来说是一个阴暗的日子 当天乌克兰无人机首次攻击距离前线589公里的俄国内陆阿赫图宾斯克空军基地 使俄罗斯折损一架最先进的苏57隐形战斗机 俄军的士气再次受到重创 这种远距众生攻击将会为今后扭转战局带来更多可能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月15日报道称 苏57是在俄罗斯境内受损 俄军却无力保护 这一个事实本身就非常引人注目 它的效应堪比俄罗斯A50预警机和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被击落事件 也是世界第五代战斗机首次受损的案例 军事观察家指出 这是一种耻辱 俄罗斯人为此处于恐慌的状态 美国军事网站动力它的战区专栏文章指出 这次袭击让人怀疑俄罗斯广泛部署并且分散的防空系统 是否有能力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和保护他们的战机 因为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停在露天空旷之地 没有任何掩体 更不用说加固掩体 与俄罗斯空天军有关的社群平台 战斗轰炸机电报频道 近日骂声不断 一位自称在军中服役20年 没有透露姓名的俄罗斯上校 他呼吁空天军和联邦安全局的军事反情报部门 应该尽快调查事件的原因 他气愤地说 你们还在等什么 你们的不作为就是在支持敌人 这位上校指出 他知道建造坚固的地下或地上钢筋混泥土掩体 不是基层部队所能够决定的 但是以简易的方法也能够做到一定的防护 俄罗斯飞机的损坏主要是来自无人机和敌方导弹爆炸后形成的初级和次级碎片 为了保护飞机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制作一个面积为12乘6乘45米的铝制机库 或者是夹乘版材质的机库就足够了 价格不到100万卢布 大约是11000多美元 专栏文章指出 随着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空军基地 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 外界开始关注 莫斯科方面是否有能力保护他们的飞机 一架苏57的折损 不至于影响整个战局 但是它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苏57不到20架 数量少 并且代表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巅峰 它在俄罗斯众生的机场地面被无人机攻击 显示 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一些腹地将不再安全 这是一方面 这次袭击还将为俄乌战局带来多个重大影响 乌克兰智库安全与合作中心 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日马洛受访师指出 苏57不仅仅是受损 而是无法修复 这次袭击得益于一项 旨在摧毁俄罗斯防空系统的系统性战略 现在乌克兰可以攻击俄罗斯边境地区 从而为打击俄罗斯的众生 扫清道路 广袤领土是俄罗斯人的一项战略优势 之前他们并不特别担心 保护自己的军事设施 因为敌人的兵火力投射有限 如今情况不同了 乌克兰一些远程无人机的航程超过3000公里 广阔领土反而成为俄罗斯防卫的负担和劣势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起 俄军一直在拉长乌克兰的防线 使乌军贝多利分 日马洛说 现在我们也正试图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下一步 乌克兰正在考虑 应该攻击哪一些潜在众生目标 比如炼油厂或其他重要军事基地 俄罗斯是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是乌克兰的28倍 乌军的远程火力覆盖俄罗斯领土越广 俄军的防线就越长 贝多利分的情况也越明显 前方战况吃紧 后方安全堪虑 必将影响俄罗斯的军民士气 出现今天的局面 应该是克里姆林宫死料未及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就战术而言 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兼军事分析师 列文受访时表示 习籍苏57这样一个黄金目标 是最适合的策略 乌克兰用三架相对廉价的攻击无人机 一下子 中挫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声誉和骄傲 俄军的最大优势之一 是人力资源比乌军充足 而且莫斯科也不在乎士兵的伤亡人数 因此 之前乌克兰采取对俄军重大伤亡的战术 并没有使俄罗斯总统普京收手言和 反而兵源不断 对乌军造成人力不足的巨大压力 列文指出 俄罗斯不在乎人员伤亡 但是不能不关注财政和装备上存在的严重缺口 目前乌军具备远程火力条件 打击对象应该偏重昂贵的军事装备 最能够击中莫斯科的痛处 因此 下一步 乌军必须设法 使莫斯科在财政和装备上的缺口 越陷越深 英国智库 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布朗克 发表评论指出 由于苏57的数量少 在乌克兰战场中的作用有限 因此 这次的袭击 对整个战局的直接影响非常小 其意义在于 乌克兰拥有相对成熟 而且低成本的远程洗扰能力 可以用来打击 远在俄罗斯境内的空天军基地 这个对今后整个战争进程 至关重要 从俄乌战争开始起 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表现并不理想 但是在最近半年内 打击效果非常显著 原因是 俄罗斯人大堆模的生产 具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和制导功能的机翼套件 把俄罗斯库存中数千枚 包括250公斤 500公斤和1500公斤 飞制导高爆炸弹 改装为针对固定目标的 防区外精确武器 例如打击建筑物和战场防御公式 这些武器的爆炸威力 带给乌军重大伤亡 而难以坚守关键防御阵地 并且对城市地区造成巨大破坏 要命的是 这些改装成精确武器的 华翔制导炸弹 通常是由俄罗斯的战机 在前线后方60至70公里的高空 以高速飞行投放 使得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难以拦截战机 除非爱国者前推到前线附近 但是又有风险 而陷于两难 如今远程无人机的出现 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最佳方案 布朗克认为 攻击俄罗斯空军基地 是减少乌军在前线伤亡的最好办法 大多数俄罗斯前沿机场 都缺乏坚固的飞机掩体 即使面对轻型武器的攻击 也无法保护停靠的飞机 正因为如此 尽管乌克兰攻击无人机的外形脆弱 弹头轻速度也比较慢 仍然可以破坏甚至摧毁俄罗斯的战斗机 轰炸机和预警机 并且屡创夹击 综合来看 基辅似乎正在实行一项明确的战略 迫使俄罗斯空天军 要么撤出在乌克兰边境数百公里内的基地 要么把过多的防空系统用来保护这些基地 前者将迫使俄罗斯战机大幅增加飞行距离 消耗更多燃料 造成机组人员和机身疲劳 降低出勤率 从而减少投资滑翔制导炸弹 和其他武器的打击能量 后者将使前线其他地区 和俄罗斯内陆 失去足够的防空导弹掩护 使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 火箭炮等远程火力 以及即将到来的F-16和其他战斗机 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打击范围 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打击威力 开始在俄罗斯的内陆众生发挥作用 对俄罗斯的影响 不仅在军事层面 更在政治上和心理上 对俄罗斯的军民造成沉重压力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可以预见 乌克兰下一步 将会提高对俄罗斯众生机场 和重要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 今年夏季 西方援助的F-16和其他战斗机 将陆续到位 由于飞行员的数量有限 初期的攻势 还需要以无人机为主 形成无人机与有人机协同作战的模式 乌克兰在运用无人机作战方面 已经累积丰富经验 战果辉煌 但是在无人机与有人机协同作战领域 还是白纸一张 美国和北约的协助 将扮演重要角色 作战场景 可能是无人机在前 有人机在后 无人机的雷达反射截面较小 不容易被侦测 可以作为开路先锋 最好是能形成一定数量的 无人机集群攻击方式 增加俄国防空部队的应对难度 如果不反制 会被无人机攻击 如果反制 会消耗大量相对昂贵的防空导弹 除此 乌克兰可以在一些无人机上 安装干扰器 进一步压制俄军的防空火力 有人机不必打开雷达 保持最大可能的生存能力 进而发挥 比无人机更大范围 和更彻底的摧毁效果 不过 如何掌握电磁频谱环境 不受干扰非常关键 电子战是俄军的强项 有效压制俄军的电磁干扰 将是乌克兰 无人机与有人机 协同作战的先决条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摄尔斯基6月17日 在脸书贴文指出 目前俄军指挥部 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加大攻击强度 和扩大行动范围 目的是以最大限度 消耗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扰乱后备力量训练 阻止乌军 由被动防御 转向更为积极的主动攻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6月13日在记者会上说 现在的局势 比过去几周要稳定一些 俄军的推进速度放慢 主要战线的一些特定区域 也趋于稳定 目前没有看到一支 可以形成突破的 大规模进攻部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克兰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战局的发展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见分晓 可以说乌克兰远程无人机 对俄罗斯内陆众生 进行有效攻击 将为今后扭转战局 带来更多可能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 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其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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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